我是一直因为他不去接个男模搭档的那些拍摄 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拍摄是 我到了现场之后我才知道有男模 但是我不可能当场放别人鸽子 毕竟那个摄影师跟我合作不是第一次了 然后拍摄结束回去路上跟他视频 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炸了 炸的概念是 他就瞬间就变脸了 他很少这样 因为虽然说我是兼职模特 但是大家都是很专业的 只是说拍摄并不会说很过分 我跟他解释了 但是他当时就是只是说表面跟我说 好吧 但是后面聊天的时候就还是阴阳怪气的 我不喜欢这样 我一开始就是听到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是其实心里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 然后他就是如果就是他算来就跟我说 就是有男生去拍照的话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点 不太愿意或者不太高兴 行 我各问一个问题吧 先问男生啊 你说第一次都会这样对吧 对 他以后还要再拍这种东西 你会怎么办啊 试试去理解啊 我觉得 可以啊 确实确定啊 确定 不再阴阳怪气了 不再阴阳怪气了 也不再生气了 对 因为他是第一次干这种这个拍摄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嘛 行 所以就是这样 男朋友这不是挺坦诚挺好吗 那你什么问题呢 但是从毕业到现在就是整个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特别敏感 现在你们在哪个城市生活 在青岛 男孩家是哪儿的呀 青岛的 你要考哪个航空公司啊 未来 四川航空 这就面临着有可能要异地是吧 考上了就是异地是吧 对 咋整了 其实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跟我说完他的意想 我就非常的焦虑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试着理解他的工作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但是我真的就是也不想分开 因为异地的话 假如说对方如果真生病了 或者是有什么急事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就是说立马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会有 其他的人对他稍微好一点 或者是对他怎么样的话 他就可能会有点就是说心动啊 或者是这样的感觉 还是对 担心 对 女生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就是异地可能就是 也不一定吧 你不是当老师吗 为什么一定要再倾倒当老师呢 我再问这个问题 突然想到了 那也可以去四川呀 对吧 因为考证也是有50%的因素 可能会考不过 所以说就是也会很担心 女生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异地了 因为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穿航 还有一个是 就为什么一定喜欢穿航 那么多好公司 可能也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然后我的家人也都在四川 穿航我是一直印象都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就算航空公司在青岛的话 一样也是我是到处飞来飞去 一样还是经常见不到面的 男生等于现在既面临着一个转专业的一种焦虑 对吧 对 还面临着一个有可能女朋友要跟自己一地的这么一个焦虑 对 其实之前她跟我说完拍照的事之后 我就一下子变脸了 其实也有很多原因 就是不是说就是她跟我说完这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瞬间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出样了 就是在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压力非常大 一个就是转专业的问题 距离考试的时间也很近 所以就有一段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同学了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都上班或者是挣钱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还是在家学习 然后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加上女朋友现在也出去挣钱了 所以就是有一定的压力 觉得离她有一定的距离啊